为期两天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六届青年论坛 1月30号开始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 探讨青年人如何在推动实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及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作用 来自世界各国的近700名青年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 中国少年组合加油男孩成员王源 代表中国年轻一代在论坛上发言 就优质教育等问题发表判发 论坛结束后 王源接受了央务记者的采访 在今后的活动中就是 我会尽我自己微博的一份力量 然后做我力所能及的 央视新闻频道的观众们 我在联合国祝您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年轻人的民族